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一位客家籍的画家上常画水墨画 他喜欢将农村生活的点点滴滴都用水墨画呈现出来 沾上墨水 毛笔在宣纸上轻轻画过 一只只黑色的大鸭子在大五光的笔下栩栩如生 这是十年前的鸭子图 这是今年的马雀图 同样画家却有两种不同的风格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心情的转变 在后花园和鸟儿近距离接触是戴五光目前最开心的事 将生活融入画境 将画境融入生活 这就是水墨画家戴五光 民事新闻何乃强 陈小青 桃园报道 新竹县的内湾村早期有小上海之称 最近这几年内湾因为丰富的生态跟传统的风情 成为新竹县最热门的旅游圣地 城中小小的九穷皮隧道一入眼帘的就是漫画家刘欣欣笔下的 全国知名阿山哥和大婶婆 他们推着的木马 这是早年内湾最重要的运输工具 除了吊桥还小火车 内湾的生态也非常丰富 连五星级的饭店业者也抗拒不了诱惑 在这里享受幽静的生活 内湾是个多元的旅游景点 不管是知性或感性都能适合各种游客的需要 是周休二日的好去处 明镜新闻 叶星凯 新竹报道 赤佬们的报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理计 Lib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